好 好 少爷 我们遭到了五九的权力阻击 你西山还有多远 就前面不忍了 走 全力突破 只要登下西山跟自己人会合 就能有希望了 快 是 诚意自贞 全力重逢 少爷 对方火力可猛 我们已经发动了三次攻击 就是打不过去 西山的情况已经很吃紧了 再这样磨下去也不是办法 就算到了西山也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主要是占领地理的优势 而且是边打边修攻势 而且速度很快 这龙头豹子 这么快就学会打阵地战了 把他们调出来 在运动中冲击他们 让后排的队伍做好冲锋的准备 前排的部队假装溃退 后排的部队当前锋 冲散他们 不要练战 我们的目标是西山 是 传令兵 到 上 打 打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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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太冷了 快虹子 走 太冷了 唐霍 跟我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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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等我等等 旅长 多好的机会啊 敌人的目标是西山 能克制敌人的目标 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现在 只要我们能守住这个阵地 就已经占到了先进 何必再做防务的追杀 旅长 您现在打仗 是越来越有一手了 杀掉一手啊 啥叫一手啊 我本事大了 你学吧 要用你的脑袋 指挥这个枪 子弹来了 咱们谁的胸膛不敢挺 对不对 不要无谓的牺牲 不要无谓的消耗体力 说我的命令 让所有人 在公事后面 给我牢牢地守好了 敌人来了 咱就打 敌人不来 咱就等 兄弟们 给我听着 咱们要保存实力 不教不道 不退后一曲 但是 也绝不推进一步 是 少爷 那帮人全部躲在坑里 一个都不敢出来 少爷 咱们要不找一个 薄弱点 再进宫一次 晚了 晚 不晚 咱们还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的枪支弹药 咱们还有机会 可是西山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自己看看 已经被人拿下了 我们现在过去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又差一步 少爷 少爷 你别这样 咱们牵制了他们一个团的兵力 怎么说咱们也是尽责了 撤吧 撤 沃龙守军已是瓮中之变 一六七旅 我有一丝了 不好意思 我想打断一下 龙小云 打断长官讲话 是很不礼貌的 很抱歉 但市长说 严者无罪 那么有些话 我必须要讲 我认为我军现在 最大的问题是态度 我曾经研究过 共军的作战理论 有一句话 战略上的藐视 战术上的重视 说得非常好 现在我们每一次出兵 都好像是在赶羊 但对方并不是羊 短短半年以内 吃掉了我们两万人 还有 在沃龙战役里面 他们的作战队伍 已经超过了六万人 才六万人而已嘛 你说得没错 对我们来说 六万人不算什么 但跟他们去年相比 已经扩充了一倍多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傲慢下去的话 那么结果只有继续吃败仗 刚才贾旅长要说的第二 可能不中听 我替他说 我们打了很多的胜仗 为什么现在开始接连失利呀 等等 我还没确认您的身份 会议已经结束了 我要进去 不行 这里是一级警卫区 我有重要的事情 你耽误不了 不行 龙小雨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要见胡长官 见胡长官 你是又想告长官们的状吗 我没那么无聊 我是听说隋属啊 今天要讨论羽阳的战事 我有一件要提 你有一件要提 好啊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你只是个忠巧 真要见胡长官那是越急 我也不想越急办事 我曾经跟你们提过 但是没有人听我的 既然你们都不怎么重视我 那么我只好直接跟胡长官说了 东小雨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这个地方是将军们研究重要战事的地方 是你个忠巧想进就进的吗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较劲的 但我只知道 迂腐的将军 再怎么打 都只会是败仗 混蛋 你敢这样跟上次说话 我背了你 怎么样 开枪 开枪 这里是隋属门口 有种你打死我 怎么样 没种 不敢开枪啊 行 我自己来 龙小云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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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胡长官 龙小云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我要见胡长官 把他拿下 是 徐长官 徐长官 报告 胡长官让把放枪的人带进去 让开 队长 队长 那边怎么样 公司完整 差不多有六十多匹马 一个齐本连的样子 不好对付 步兵打齐兵 看吃亏 要不然我联系纵队 请求支援 不要 齐匹马都对付不了 他算什么稀微了 而且俺还看见龙小云来 差点让他打死 这家伙怎么阴魂不散 队长 龙小云来了 咱们得合计合计了 哎 合计仨呀 不就是齐兵吗 威胁出生 我最动力 骂蛋子可笑 庄稼胡一板都不让他 一个炮上 就能把他们哈得挑牙里 咱那受雷受抢一向 他们肯定乱逃 不不不 齐兵连的马 跟咱们重庄稼的马不一样 那都是经过训练的 什么枪啊炮啊 根本就吓不着他们 没用 这人先射马 只要他们离开马背 在地上 就是一个死 咱啥大风大浪没见过 还怕他一个骑兵连吗 队长 你说怎么干嘛 这好 咱们不能过去 人家有攻势 过去咱们肯定吃亏 把他们引过来 一能那边逛不从里头 让他们的马施展不开 就这么的 队长 这人过来啊 来不少啊 所有人注意 打骑兵连 有个特点 骑兵 他们冲过去一次之后 要重新组队 才能发动第二次进攻 所有人 抓住这个他们组织的时间 打他个十枪 听明白没有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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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若远 兄弟真的很佩服你啊 一匹马成两个人 一个骑兵连 变成了一个骑兵连 加一个步兵 这战斗力 何止增加了一倍啊 打仗讲究的 是战术和配合 哼 兄弟我待了十年起 从没想到骑兵 还能这样打 兄弟我 自愧不如啊 你也不用这么说 要不是有你这些 优良的战马 我们也做不到啊 哈哈哈哈 这个我用啊 拿这个 还给你吃好烫啊 好 加油 打 打 队长 他们一匹马尚俩俩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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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打 打 快 快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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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快动 驾 贡军撤了 让骑兵追过去 不急 过了前面是毛巫色沙漠 那里是一片死地 进去也逃不了 不行 我必须要亲眼看见 我们的马进了沙漠也跑不动啊 不如等明天早晨换了沙漠掌再追进去 到时候只怕是给他们收尸了 那里昼夜温差几十度 冻都冻死了 样管 快 不看大伙冷嘛 竟然拆货很难嘛 这仨鬼地方 白天惹的人流汗 晚上嘟的人得作 沙漠就这样 白天吸热快 晚上散热快 那宁可被龙小云大死 也不愿意在这堵死 别说那些没用的 都想想 怎么对付他们 队长 你还想着打鱼羊呢 眼下连骑兵连都打不了 龙小云这帮八蛋 一马上骑两个人 真是够绝的 那造就舍过 这一次咱凶多吉少 你们舍乖不乖 昨天咱队里的马全都敬了 他们的马为啥不敬啊 什么 马敬了 是啊 是队长 啥时候的事啊 那你问答答 我就听说 咱们的马有一两匹水都不服的 咱还惊了 队长 这样馆说的不错 那天俺牵着马 整猴路过垂残坡那儿 忽然这马就惊了 马就追马 就遇上样馆了 他这马也惊了 不管咱们俩 所有的马都惊了 这怎么回事啊 药精也就一两匹 怎么还全惊了 当时还发生什么事了 可能是我的原因 可能是我的原因 你 你什么原因 大大 你记得吗 那天你牵马过来的时候 我正在经理电台的卖充圈 对啊 其实无线电所发出的信号 是一种高频电磁波 它的传播性和穿透性都极强 如果在同一时间 还有别的电台 也在发送无线电信号 两者之间互相干扰 改变了电磁波的频率 形成特殊的脉冲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使马受到惊吓 那你点什么头啊 听懂了啊 没有啊 没听懂你点什么头啊 你点什么头啊 行了别懂了 这样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地震前 很多动物 猫啊 狗啊 青蛙啊什么的 都会有异常的反应 这就是地震前 当地磁场发生了变化 形成了特殊的电磁脉冲 那我问你 咱能不能靠这个 你说的那些东西 打一场 电磁战 把龙霄云那些个马队给灭了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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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报告连长 我们发现他们行动 在哪儿 在西北十三宫里沙暴处 很好 白连长 这次如果成功拿下西北狼 我一定会跟随属 申报你的功劳的 兄弟不求升官发财 只想配合好龙长官做好事情 集合部队 立刻出发 大胆 这样行不行啊 你放心 都是照俺们老甲那个树壳的小弟 这堵行恶看着都害怕 骂肯定害怕 你那边怎么样了 已经跟纵队联系了 要求他们给予配合 纵队怎么说 还没有回复呢 抓紧再联系 命令二零九团炮火掩护 先锋团从西门突击 模范旅从东面 去阻击新十一旅的援军 是 司令员 西北狼有信了 他们怎么样 没有说具体情况 但是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让咱们调集 神木 俘古 核曲 还有咱们其余的电台 将功率调整到最大 向他们发那种没用的冗余电报 他们要所有电台干什么 不知道啊 现在电台都给他们用 咱们部队之间失去了联系 这态劲 这态劲一分钟都耽误不起啊 马中俊还说 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死 已经要求好几次了 崔残某也在那边 这方面他是专家 是啊 是啊 调集这么多的电台支援 这一仗肯定是 立刻 调集所有电台 照他们说的去做 并且回电西北狼 我会全力配合的 是 马中俊啊 马中俊 在这个时候 你给我玩得这么炫 要是出了大头 看我怎么收拾你 驾 队长 队长 龙霄云来了 来了 这么快 所有人 先撤回来 快撤 有了 回电了 怎么说 总得说全力支持 撤 先撤回去 把功率调到最大 诶 有消息了吗 义总所有电台 都联系不上了 搞什么名的 撤 撤 开始发报 队长 来了 别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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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准备 都准备 望远镜 所有人注意 所有人注意 我们的目标是趁乱抢马 等无限电信号出现 敌人的马匹一乱 迅速出击夺马 然后直奔猎油场 千万别练战 崔彩猫注意时机 即时关闭电台 等待接应 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起兵准备 猎枪队队员 上马 预备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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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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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准备 难道不是因为电台 怎么回事啊 我们不能在这儿瞪死啊 冲上去 跟他们拼了 跟他们拼了 队长 死也要死的好看 冲吧 对 再等会儿 咋样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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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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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神 快 随神运着了 快 快 随神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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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啦 没事吧 崔寨 没事吧 崔寨 疼了 没事吧 没事吧 跟你扶起来 走 走 快走 不是吧 来 来 所有人 背油库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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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 这都是点 坐这边 好 有人 好了没 好了 撤 谢谢观看 队长 一个人都没有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打了败仗 害怕了逃跑啊 这这么大油味呢 别晃 又长吗 那么油味吗 进去看看 小心有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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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ng 我不能 咱 才能送你 没有 用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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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炸弹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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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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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兄们 有没有事啊 没事 没事 你傻子真难吃 没事就走 翠山呢 看你没有 没有 翠山哪儿去了 翠山某 你们到处找找 翠山 你的人在那边找 翠山某 翠山 你在哪儿 你答应一声 四叔找找 严太 翠山在那儿 有电台 陪来 快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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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师傅在下面了 继续往 快 快往 有个背包 快往 翠山 是你吗 是不是你啊 慢点 翠山 快往 小心点 小心 翠山 人是翠山 快 慢点 慢点 快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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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主 翠山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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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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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山 翠山 你 你 你 翠山 你 你 你 司令员 还是不行啊 无论我们用什么手段工程 都是独增人员上马 根本打不进区域 马中军呢 我在等他的消息啊 报告 齐边游场发生剧烈爆炸 波及方圆数公里 整个游警都被烧毁 那齐边狼呢 发生爆炸后 就联系不到马队长了 报告 司令员 南边和东北边 敌军攻势强健 组员部队已经失守 最多半天 我们当两个先锋旅 就能赶到咱们主阵地 报告 司令员 炸药已经全部用完了 炮弹也只够打一个技术了 报告 鱼杨守军发现 我们的进攻已现颓势 大约一个师的兵力 从东门出来迎战了 兵败如山倒啊 撤军 立刻派人 接应西北郎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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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阳一战 我们内外开花 重创共军两个纵队 兼敌一万多人 诸位 功不可没 我 敬诸位一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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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我们只是在外围分忧 真正的功臣还是邓将军 可是他说今天因为工作繁忙 不能来参加这个庆功宴 卫市长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将士们打了胜仗 在一起聚聚 有什么不对吗 再说了 你卫市长不也来了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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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邓将军确实是劳苦功高啊 我们这第一杯 算敬他 算敬他 好 敬他 这次邓将军固守了鱼羊 我们逮到共军 不就成了精工之鸟了吗 那可不是 诸位同仁只要齐心合力 再打两个大胜仗 我们就可以把共军的主力 一举全部拿下 好 好 千里之地 溃于乙穴 我去二战区的时候就发现 共军在黄河边活动很猖獗 如果陕西和禁随 连成一片 那么不止关中有难 西南 也会动脑的 魏市长 你妹妹也太悲观了吧 啊 哦 共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难道我们这些人 就是摆设吗 嗯 哈哈 魏市长 高兴的时候 别说这些丧气的话 是啊 你们都说我长别人志气 灭自己的威风 结果怎么样啊 共军可不是那么不堪一击 我不是有一扫大家信啊 一场紧围战 不值得开庆功会 我们应该趁势 稳定陕西 对 对 对对对 稳定陕西 还可以抽兵支援中原啊 共产党现在 已经伤了元气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难 呃 魏市长啊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 怎么样 我是明晨北上渝阳 寻找共军主力 决战 好 好好好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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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失措 前梯队一二三旅 即将进入黄龙镇 距宜川 也就不过八十公里 能不能再提提宿 明天天黑之前 全师进驻一串 师座 呃 容属下斗胆说句话 鱼阳大姐 咱们的士气 好不容易才高涨起来 您又 何必 制造紧张气氛呢 哼 你只知道打仗 其实功夫在戏外 啊 请长官明示 随属 曾夸口 说两个月内 拿下陕北共军 结果呢 打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打下来 包围圈中的共军 不但越打越多 而且人家越战越猛 居然把共军 打出了几个纵队 这恐怕是 陕北最后一战啊 要么 青天白日 开遍陕北 要么 一败涂地 进入黄龙之后 把全尸战线缩短 共军 要打我的主意 那么一川 就是埋葬 他们的外人杠 第一整编七十一师 侠五旅 已经过了黄龙 赶往一川 哎呀 看来他们是想 切断闪尽的咽喉啊 完了以后 再跟咱们一决死战 四龙员 这个卫宁霜啊 手里头有三万重兵啊 北伐抗战 都立过大功啊 他呀 还受过青天白日勋章 他不仅是胡儿子的王牌 连老奖都很赏识他 这小子是个将才啊 咱们豁出家庭 和他打一场痛快的 怎么样 不过这个诱惑大 可是风险也太大了 打好了 我们不仅能够 四季收复延安 还能挺进关中 可是 四龙员 这万一咱们在这 拼上去了 胡儿子趁机 再包咱们个饺子 那 那到时候咱 咱还有啥底牌啊 我的底牌 就是魏宁霜 什么 这个 难道魏宁霜也是 咱们的地下同志 哎呀 要真是地下同志就好了 这仗不用打了 直接和平解放 那为啥 哎 司令啊 我可听说啊 这个魏宁霜 不但立场坚定 这个家伙 骨头还硬得很 正是因为这样 他现在在党内 已经成为了义类 国民党现在 骄纵淫义 早把孙先生的三民主义 跑到脑后了 我不怕 胡儿子 包我的脚子 因为我压根 就没有 要准备跟他拼命 这 又要上家底 又不准备拼命 这魏宁霜 还是咱们的底牌 哎 我说司令员 你可真把我闹晕了 哎呀 我是给魏宁霜的压力 并不是想消灭他 党内对他的猜疑 会使他对国民党 失去信心 这样的对象 我们为什么 不去争取一下呀 哎 我说司令员 你这可是真妙啊 你这是边打边拉呀 同志各纵队 在魏宁霜进入瓦房店船道时 前后夹击 就像打乒乓球一样 这边打过来 那边打回去 是 不过 司令员 有一个纵队已经先动了 跟您说的一样 去瓦房店了 我要让他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意识 全纵队 全速向瓦房店前进 让老陈大前锋 是 干嘛的 让开 让开 干什么呀 什么呀 让开吧 来来来 干什么这个 让我们先过去 让我们炮兵先过 不让咱先过去 行什么事先过 长官说了 按顺序我们先过 我们也有令 十二点前必须到位 你们躲开 躲个屁 躲 你什么玩意儿敢这么跟我说话 兄弟们 把他们连人带炮给我拿下 谁怕谁呀 来呀 哪个阵地开的枪 报告 找死了 报告旅长 是敌人开的枪 他们已经进入瓦房店了 公职各单位 准备战斗 是 听当前谁在港闹事 我就枪毙谁 是 号兵先过 好 给我打 打 师座 什么情况 接一二三里的报告 他们遇到了 数倍与其的 共军的阻击 数倍 他们面前那个山坡 就是站满了人 也不过几千人 我巴不得 他们来一两万人 这都是虚张声势 战典高地 掩护后驱部队 继续前进 先冲散他们 再逐个消灭 是 预备 准备 放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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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太秀 好几个高地都被他们占了 那你还有脸向我报告 听着 人在真地赛 我在真地赛 给我打 迪长 不行啊 杀过来的敌人 比咱们兄弟多好几倍呢 混蛋 那就被吓着了 迪长 你带的兄弟没有一个怕死的 但是不能白白送死的 是 不能让兄弟们无为的牺牲 形势来不及了 一切后果 我臣非一人承担 揣我的命令 让兄弟们撤 快快快点 快快 市长 报告 快点 就不来电 叮嘱 狼子来了 报告完毕 兄弟们 给我上 师座 嗯 123里受到阻击 119旅 已经投入战斗 这么快 什么规模 不就几千人吗 看情况 好像是有两个旅 至少是一个纵队啊 半猪吃老虎啊 拍头改排位 撤出 撤出瓦房店 是 下令 撤出瓦房店 传道 报告 殿后的腰子腰驴 也和敌人交上火了 这是想把我躲在这里 这是想把我堵在这里啊 共军既然这么给面子 那我就让他们看看 谁是大阵地战的师父 嗯 这有个镇子 叫什么名字啊 啊 师座 哈 魏家坟 都知所有部队 原地射狂 集中兵力 稳扎稳打 指挥部 就设在魏家坟 哎呀 司令员 这魏宁霜啊 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你哥 这么快 这小子就准备起 阵地防御了 四十多年的老江湖了 他再连 这点本事都没有 凭啥混成中将师长呢 嗯 现在形势 正好我意 让所有的预备队 民兵 都押上去 不打都可以 让魏宁霜看见就行 司令员 你这么做 有把握吗 是不是有点 太冒险了 哪场仗打得不闲啊 事态一直按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等咱们的大兵压上去的时候 你就等着欠他们的投降说吧 嗯 师座 123旅已经损失过关 据可靠侦查 共军投入了五个纵队 嗯 你把舌头捋绝了说话 是五个驴吧 开始我也不信 千针万确 是五个纵队 八万多人了 没想到啊 还以为他只有两三万人 师座 咱们赶紧向西安报告吧 就这样 你马上带兵过河 什么轻重唤疾 胡说八道 河东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魏宁霜的一个整势 已经进退为谷了 长官 有句话我不得不说 魏宁霜几次向着共产党说话 大家都对他不满 怕他振钱倒戈 不要说了 魏宁霜不是那种人 这点我非常清楚 长官 你先出去吧 是 魏宁霜被共军八万人 给围住了 只要七十二师 上下齐心抗敌 坚持等援兵来 不是不可能的 我就是担心重唯之中啊 他们再出变故 你 马上带着猎枪队 钻进包围圈 保护魏宁霜的安全 严防的手下有人 胁迫地叛变 遵命 我知道 魏宁霜是你的恩师 但首果魏宁霜本人 起了二心 你必须立刻把他 能做到吗 嗯 是 一二三旅 一四一旅 尚亡惨重 现在 只能防守 很难恢复冲击的力 其他的三个旅 也和共军交上谎了 一一九旅 一个营五百人 阵前叛逃了 援军还要多长时间能逃 西安方面说 差不多五十多个小时 要五十多个小时啊 三天 要三万人挤在一条小小的山沟里 共军一颗炮弹 我怎么能来三天呢 别说三天 那五个纵队如果发起狠烂 有可能一天就把我们吃掉了 石座 我 发现了一个情况 嗯 共军大军压煞 可是 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发起进攻 他们完全有能力向我们发起祖宗 但是他们迟迟不动手 我觉得 他们是在故意给我们留时间 对吧 给我们留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呢 让我们等援军吗 巴承又是想围点打援吧 哎呀 再给我留时间 考虑跟他们合作 石座 他们是想让你效仿马祖域 战场上向他们投诚 投诚 你们听到了吧 投诚 请让我考虑考虑 别动 你要干什么 你要向谁投诚 往我十几年来 当你是我师父 如今大敌当前 随数到处派兵来支援你 你不抗敌也就算了 还准备投降 把架放下 还有你 看好他身边的人 明天早晨 明天早晨向共军提交一箱书 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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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是神奇妙算呀 你看 魏宁窗一早就给咱们第一详书了 哦 怎么说 你看 还提了几个条件呢 你看这 一 我方全体观佐都应以战场起义对待 我方代表不能以受降身份出现 还有第二呢 我方必须派出一名副司令 或者纵队司令 跟他等级相当的人 亲自过去谈判 你看这 他也免不了这套袭击呀 都这个时候了 还要这个脸 那我们答应他吗 当然答应 该留的面子 就得留 显示一下我们的大度和诚意 那好 那我现在就收拾收拾过去 不用了 交给大胡子吧 再派些机关干部配合接管 就算还余阳一战的人情吧 哦 好好好 司令员 司令员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那个 你干什么去这是 啊 魏宁霜 要投降了 让我去 受降接管 我就知道你要去受降接管 你不能去啊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那个魏宁霜 他可没那么简单 是啊 我也觉得 情况有点不对 你说怎么刚放出风杖的投降 他这么快就表态了 他的觉悟有那么高吗 如果他要是真投降 你说 在这个时候 我不去 谁去啊 我去 你去 你老实在这够待着吧 司令员 反正你不能去啊 不管怎么说你都不能去 你是宋队的总指挥 你去了 那宋队有急事那咋办 我 不 那个什么我跟你说啊 我跟这个魏宁霜 有交情 十年前在山西 他被鬼子围困的时候啊 我救过他 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知道吗 我跟他熟 好说话 那再说 我是你带出来的兵 这点小事我完成不了吗 你放心首长 保证完成任务 老陈啊 好 你去吧 你再多带一些人 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了 可是 你这放心吧 那行 我带一个牌行了吧 你放心 我跟你说啊 我对他有救命之恩 我去 他不得请我这个救命恩人 喝酒啊 真是人太多了 他请不起 行 就这么着 我带一个牌去 我去 我去安排一下 老陈 一定要 多加小心 老首长 放心吧 我是你带出来的兵 就是命大 嗯 您好 我是七十一师参谋长 欢迎贡军长官的到来 我是一纵教导旅长陈飞 奉我们司令员之命 来迎接贵军 弃案投名 这些是我们负责接管的 机关干部 旅长 不是说派个纵队司令来吗 外面还没停火 我们司令员很忙 谁来不都一样吗 我和你们 魏宁霜是老朋友 赶紧把他给我叫来 好吧 请陈旅长稍候 我这就去请我们司长 快去快回 哼 哼 不对啊 这么长时间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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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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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朋友啊 要这么多人迎接我们 有点客气了吧 陈兄啊 对不起了 我请你来 我请你来 只是想请你帮个忙 请你的纵队 让条路 我要出去 微宁霜 你记得十年前 在山西 我从鬼子手里 把你救出来的时候 你跟我说啥吗 你说 救命之恩 魏某必报 你就这么报答我呀 对不起了 陈兄 我不能因为个人的承诺 搭上我十三万多弟兄的生命啊 所以也没办法 只能出此下策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来的却是你 怪不得你叫我们司令员来 老朋友 乍翔这个手段 真的有点卑鄙 做军人 你不行 做朋友 你不配 陈兄 从现在的形势看 是对我是不利 但就此时此刻 我觉得你更不利 你还是让出一条路 让我出去 事后 我可以跟你赔罪 魏柳双 你这个玩笑开得大了 命我可以留在这 口子让半寸 那都不可能 陈长官 你还记不记得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知不知道我家 在这里是干什么的 你别惹我啊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听到吗 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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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嘴上 没长毛的小屁孩了 怎么的 你不会跟你们这个卫师长 一起干这个下作的事吧 你别跟我废话 战场上 成王败寇 什么中计 是你们自己没脑子 说得好 这个礼我认 但是我现在 没工夫搭理你 老朋友 你还欠我一壶高粱酒呢 这个酒我可得喝 要不我到那头 我真放不过你 嗯 嗯 不错 好酒 酒喝完了 没听说 咱俩也算 恩断义绝了 要不你今天让我血染沙场 要不你今天就让我出去 咱们俩公公平平的干一战 陈兄啊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了 要不这样 你让我师三万多人 一个不胜的出去 火流响 怎么样 陈领长 我们市长这么说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你好好想想吧 你们这里也有不少机关干部 再说 你们纵队也舍不得你啊 陈兄啊 我也给你点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 这个我还真得想想 考虑好了 告诉我 把焦放下 兄弟们 今天 都怨我 连累了你们 没能完成这次任务 陈领长 这不怪你 都怪 魏京双太没比了 我是个粗人 一直都看不上你们这些 机关干部 觉得你们没胆识 你们跟我说 怕不怕 不怕 少看不起人 我们虽然不在前方 但我们从来不怕危险 对 从投身革命那天起 我早就不在乎自己了 好 说得好 小子 你后悔跟我了没有 不后悔 下辈子我还跟着你旅长 如果有下辈子 我让你当旅长 我给你当警卫 陈长官你还记不记得 十年前你下过我的枪 今天 轮到我要下你的枪了 你给我闭嘴 你有资格跟老子说话吗 你还和马中军士同乡 我告诉你 你比他差得远了 你别等了 猫小子 现在就 不要 你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